各位美女朋友大大早安 我是Eric 負責我們的產品教育訓練 今天很高興這個機會 帶給奧迪開網給各位簡單說明一下 針對奧迪 我們的A0 所謂的微型車 最新的第一座 A1 再談到整個 所謂的奧迪在微型車的發展 基本上我們可以說 他是在耳機品牌裡面 最早用自己的 開放使用 介入微型車的市場 舉例來說 我們在1970年代時 就已經用A0 奧迪50 這樣的名稱 試圖去跟很年輕的族群 女性族群 來做這樣的溝通 那不像其他平台 都用所謂subbrand 比方說mini 或者是smart 這樣的方式 那到目前為止 的確也只有奧迪 還是自己用自己的平台 在A0這個市場 微型車上 繼續在不斷的去推進產品 那談到 在A1的時候 其實最早 基本上是從一個 就誇著的概念 從2007年 就已經推出這樣的概念車型 這也是第一代 奧迪A1 在發展之處 最早的那個族群的概念 一直直到我們在80車展 08年 推出這個概念之後 其實就很清楚 也看到新世代的A1 當時就已經是非常 很大的行為跟度會俗善 那更重要的是 其實在 10年代在台灣 鐵懷恩市場 2010年正式的移進 當時就一個蠻創新的方式 舉例來說 當時就有三門五門的設定 雙色設定的設計 甚至在高速的版本 還有所謂S1 首排的一些車型 那在市場上也獲得蠻大的行為 那一直到 近幾年來 我們後來 終於2018年的時候 開始又重新 對A1進行一個 大概款的動作 那這個大概款本身 有很多很特別的地方 那也跟上一代有很大的不同 那舉例來說 最簡單的是 過去的確有三門跟五門的設定 那新世代的A1 基本上是有五門的設定 全球都一樣 然後因為它整個空間 變得更容易實用 不再是屬於一個人或兩個人其中的車 而反而是適合更多年輕朋友 一起搭這部車出入禮物產品 那更重要的是 這部車怎麼設計的造型 我們可以大膽的說 它其實就像是奧迪最經典的一部賽車 奧迪Quadro S1 所致敬的一部造型 我們可以從前方的水箱護罩 三孔四進去的設計 就很清楚知道 它跟這部車 有非常非常濃厚的血緣關係 甚至在奧迪現在很 所謂造型部分很在乎的一件事 就是所謂針對Quadro的輪廓 外圖的造型設計這一塊 其實也是源自於原來這部 很經典在WRC 正在武術的賽車部分 所設計的部分 所以我們可以說 新世代的A1 可以這樣 就是等於是跟奧迪Quadro S1 所致敬的一部 一部的經典制幣座 所以我們現在用一個簡單的影片 讓各位看一下整個人的特性在哪 首先一樣 等於所謂的大型六角的單體 是水箱護罩 再來是這一次車型來說 它的前旋更為輕鬆更為短 營造出一些更輕盈動感的感受 剛剛特別提到的是 在前後輪胱部分 一個外貨的設計 讓整部車變得更有曲線 那這三桶式的設計很特別的話 待會兒我們在樓下看到實體車的時候 我們在不同車型上面的尺寸是不同的 那這次的頭燈 也是一個非常吸睛的焦點 我們叫做光劍型的LED頭燈 更重要的是 這樣的微型車市場裡面 消費者很在乎的多樣化的顏色 在這次我們推出非常多的新的測試 那同時間雙色車頂的設計 基本上也是這一次的特殊之一 那可以看到還有很多個性化的套件 像黑色套件啊 甚至是這個Edition 1 都是整個全球的特殊版本 所以這邊特別看到 我們在這一次為了整個A1 甚至開發的像這個渦羅蘭 單位樓下都會看到三國綠 甚至是有黑色的車頂部分 可以做搭配的選擇 所以不同的車色 可以搭配不同的黑色車頂 那甚至是在像萊姆黃這樣車色 在A1上面裡面 非常多大的好評 所以我們可以簡單看一下 不同顏色上面才搭配 那這邊我們雙色車頂 基本上是一個選配的搭配 選配的搭配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看到的是正常的車型 是同色車頂 那這是一個S1的車型 S9的車型 這是一個S9的車型 那燈光基本上是這一次A1的一個特色焦點 那我們叫做極限型 所謂光鍵型的LED頭燈 它整個頭燈除了近燈遠燈以外 甚至連所謂我們叫做全天候燈 就是取代料傳統所謂霧燈的設定 都是全LED 都是全LED 這跟相對的靜品來說的話 我們基本上所用的材料是更為好 那很特別的是跟這個特別提供一下 在這個所謂前方的室口部分 如果是S9車型 它中間是大的 兩倍是小的 那如果是一般的 所謂的 什麼叫做 入門版 還有所謂的Advance 這個兩階部分 它三個基本上是平均大小 所以消費者只要從這邊一看 就知道這是什麼樣的車型 那尾燈的部分 基本上也是這樣 全LED尾燈 全LED輪 然後包含的 倒車燈 煞燈 全部都是LED的設計 那更重要的是 它雖然是一部微型車 A0 我們叫A0的微型車部分 可是整體來說 它整個空間大和增加 怎麼說 我們直接用數字來看 整體來說 它整個軸距 基本上增加了95mm 基本上一部微型車來說 增加這麼大都會表示 它在後座的空間 的乘坐性跟舒適性 可以大幅的提升 那不只是這樣子 可是它是整個 全長期只有 微微的增加 4.4公分而已 所以表示 它在整個部分 利用前後旋的減抖 讓整個層次空間 變得更好 所以各位待會可以去 實際感受跟體驗一下 尤其在後座部分 會變得更重要 再來更重要的是 在整個後行李箱的部分 過往來說 A1 那交費者來說 都是以一個人或兩邊的使用 真的要做出門購物的時候 都把後座當作 置物空間來使用 因為原來的行李箱間太小 那後來 在新世代的A5 我們基本上整個 行李箱空間 達到335mm 相對於上一代而已 增加了65公升 基本上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進步 而且它整個到335mm 某個程度已經跟 現在所謂的A級距離 就是我們像自己的A3 甚至像是E系列 已經開始接近 A3跟E系列的容量 大概是360到360之間 所以基本上它的容量 非常接近 是說 一般兩到三個朋友 或是群家人 要做短期的旅群來說 它其實就是非常方便 那65公升 大概是什麼樣的一個樣子 讓大家審下一下 大概是介於26吋到29吋之間 的行李箱的讓機 這表示它可以帶的東西可以很多 那基本上它是一個五人座的配置 並不會是因為徹底小 所以也安全帶 從中座的問題也審下 所以它是標準五人座的配置 而且它還有很多的運動相對的 風格的造型 那簡單來說 像台打頭的設計 它就有點模擬像是手排人那樣 一個圓潤的造型 手感非常的好 除此之外 還有很多室內的部分 比方說它的整個的儀表板 自己價值什麼的造型 所以待會可以去看的時候 它基本上你會發現 它整個是超像價值的 更重要的是它整個是 全數位的內裝 全數位內裝 全數位儀表板 效果配備 然後我們是全數位的觸控螢幕 而且它整個觸控的方式 基本上已經跟現在 我們最新世代的A6178 是完全的一樣 新世代操作的介面 就有點像在各位 在操作iPad 或iPhone一樣 就這麼簡單 所以可以看得到 10.25吋的全數位儀表板 然後在整個操作介面 基本上就是一個 滑移按的部分 那R基本上也有聲音回饋 但你按壓它的時候 就有一個Dock Dock 的聲音 那同時間 我們的car break 現在下面的最在乎部分 是標準的配備 甚至它在整個USD 跟Type-C 是兩個的輸入界面 所以變得更為方便 OK 那更重要的是說 我們都知道 A1這樣的衛星車部分 更注重所謂個人風格 個人風格 所以我們在內裝部分 除了座椅部分 可以做不同的升級選擇以外 其實在一些風格套電上面 待會兒用幾張slide秀給大家看 特別是在我們的 冷氣頭的兩邊 內門把手 以及拍攬座的座位 然後顏色上面 可以讓我們自由搭配座位 舉例來說 這是我們的薄荷綠 薄荷綠 那可以把一部別 同樣的都搭配全摺 然後這是我們的黃色 那剛剛的第一張 就是所謂的銀色部分 所以讓整個車室的風格 會變個人化 會更為強烈 所以每一部A1都是不同的A1 所以從原來基礎的 運動型的造型座椅之後 可以發現它整個的風格 會截然的不同 更重要的是說奧迪 基本上 縱暑是一部衛星車 我對於音響系統的要求 也適合不妥適 那舉例來說 像是同價位 差不多的那裡 它基本上只有四顆喇叭 那對我們來說 這是不允許的 我們基本上在Advance以上 基本上是八支音響喇叭 甚至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我們在後座 以往來說 後座的聲音 都是在底下的門板部分 在A1 這次設計在我們C柱上面 有點像是家庭居員裡面的 後製喇叭的部分 那整個音場效果的反應其實非常好 甚至預算充足的時候 誰選到11支喇叭的 BNO或3D喇叭印象 那今天給各位試乘的部分 試駕部分 S9車型基本上是八支的部分 那如果是在賽內 貼備賽的部分 就是六支 就是六支 但六支基本上 它在後製的部分 也是這樣設計 所以音響效果其實都非常好 更重要的是 現在教會者 一進門都會問我們說 這部車有沒有標準配置ACC 的確對我們來說 這東西變得更重要 我們要因應市場的需求 所以我們會 在同期裡面 甚至是超越同期 現在到一系列 或者是賓士的A-Plus 把ACC都是放在全配的項目 我們是把ACC 以及所謂的全方預警系統 列為標準配備 這比較更符合都會型的使用 這邊基本上我們所謂的Presence Front 它是利用 為了海照光下方的這顆雷達 去判斷前方突然發生的事故 跟狀況 那舉例來說 它可以判斷腳踏車 可以判斷機車 前方車輛的突然通過 它會事先先透過一聲的預警 開始預充加壓等整個加壓力道 然後之後是全力的幫你駕煞車 那一樣 ACC也是一樣 好像透過那顆所謂的 中距離雷達 可以讓各位去很快的感受 我們現在先進的所謂安全輔助科技 那我們的ACC 就是所謂的全速域的ACC 它是30公里以上開始作動 那我們可以跟車從0到200 那所以在30公里以下的時候 它會有所謂START AND GO 就是自動跟車的功能 所以只要在3秒之內 你不需要做任何動作 它就會開始跟著前車 做跟車跟乳行的動作 那如果超過3秒之後 你這樣簡單的 再破一次的撥桿 reserve 就是重新啟動它 或者是補一下油門 它就會開始往前前進 3秒 3秒 對3秒 它會比較好 OK 更重要的是說 就算它是小型車 基本上對於安全這件事情 除了有其中安全 在整體車體結構來說 也獲得當年度2019年的 NCAP五顆星的安全認證 而且是同級中最佳的成績 那目前它的對手 Mini來說 它還是維持在四顆星的水準 所以對於我們來說 安全這次不容易妥協的 所以簡單來說 A1是一個結合的 智慧科技 個性化風格 甚至在熱趣跟實用性上 更大幅提升一部全新產品 那對我們來說 這次全新的A1 我們設定的族群 是對於年輕 享樂主義 甚至對於一些 小家庭的部分 都會很適合這部 全新世代的 我們的微型車 好比NU A1 OK 除此之外 更重要的是說 這部車 還在2019年獲得 德國最有名雜誌的 所頒發的經過獎部分 那今天如果各位 運氣好一點點 我們抽到 那個所謂X-9車型 它在懸吊系統的調整上面 也有些不同 我們配置的是 所謂的運動型懸吊 跟三連夜配在入門 比較像面對偏舒適一點的部分 還是不同 所以這邊還是可以讓各位感受一下 奧迪A1 非常精彩的一些操控表現 那基本上我們現在規劃是三顆 一顆引擎三個等式的選擇 那我們是用L3 三缸 1.0升 那相對於近乎對手 他是用1.5升 和一樣三缸 但在運作 運轉的品質來說 其實這顆三缸引擎的運動 是非常的好 各位在怠速發動的時候 其實可以稍微改修一下 他在怠速的得動 或者他寧靜度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優異 更重要的是 同樣在微型車廠裡面 他有1.0升的說服上的優勢 然後馬力輸出部分呢 其實在這顆引擎本身來說 上一代我們是用95匹的動力輸出 那這一代大幅增加 21匹的動力 所以是用116匹 扭力高達200個米 其實對於一個小型車來說 這樣其實是非常 很好用的一個部分 那旅圈標準配備是15 然後更高階 兩階是16圈 那我們還是有很多的選擇 可以讓他會做個性化的調整 那目前來說 還是在預售的階段 預售階段 那我們目前預售價分別是 125萬 141萬 以及145萬 但更重要的是 目前奧迪還是 領境業界提供了五年保護 這樣一個非常科目的運用 那種消費者來說 非常實際 而且非常負責人的一些做法 好 那最後還是要跟各位 再簡單的說明一下 如果消費者 對於只有ACC 只有Prescent Front Going Front 他希望更常骨的使用 因為基本上來說 像我們的車道便移 以及盲點 尤其車道便移系統 是在時速65公里以上 才能做動的部分 那他們希望這樣的東西 可以作為全範圍安全防護的話 我們提供一個非常優惠的 價格的副套件 只要五萬七千塊 可以把車偏盲點 然後前後雷達 高車嫌疑全部一次補足 那另外還有一個部分就是 我們在入門車型的部分 如果消費者希望能夠升級外觀 然後不管是從燈光 不管是從鋁圈造型 甚至是在所謂的 所謂的感應式鑰匙系統部分 一次升級的話 我們提供同樣的套件 可以通過消費者 自己做選擇的添加 OK 那更重要的是 在這個周末 這個周末 我基本上 在各位試乘試駕結束之後 那禮拜六這些 我們全部的 展示中心會同步發表 稍後就可以到 展示中心裡面 來做試乘試駕的活動 這個球 我們可以做出場 我們可以做出場